大家好,我是小雨,欢迎来到缤分娱乐秀,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,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,缤分娱乐现在开手。 由张哲瀚、俱敬一、刘亦畅等领先主演的古装剧《如意芳菲》正在热博当中,该剧根据竞将女嫔孝佳人的小说《宠后之路》改编的,讲述了大家闺秀富荣和素王徐静相知相守的爱情故事。 这世纪《漂亮书生完美受关》之后,娱乐圈古装女神俱敬一又一部新的古装剧,不得不说俱敬一的颜值依旧是惊艳了,造型还给人一种仙气飘飘的感觉。 俱敬一在剧中饰演的是女主角富荣,而张哲瀚饰演的是素王徐静,他们的爱情又甜又虐,最好经历重重困难和考验,携手共度余生。 剧中这次的男主结局是截然不同的,其中素王徐静爱情和事业双丰收圆满收尾,堪比是人生赢家,五百起终于追到了大家闺秀富轩。 张晏呢,始终是对富荣爱而不得,只有安亡徐平最遗憾。 一,徐静,张哲瀚饰演的是男主角徐静,他虽然是贵为素王,文韬武略,有勇有谋,但是从小的原生家庭不禁完美。 虽然徐静优秀又闪耀,但是不在母亲那淑妃身边长大的经历,让他的性格显得是疏离和冷漠了。 然而这一切的一切,因为邂逅了古灵清怪的富荣,而偷偷地发生了改变。 富荣的灵动和潇洒打动了徐静那一颗尘封已久的心,俩人的缘分早就冥冥之中注定了。 最后彼此情投意合,一起努力拼事业,富荣成为了徐静的贤内柱,帮他安然地踏过了朝堂的风鬼云记。 二,吴百起,在世人的眼里,小侯爷吴百起是一个潇洒任性的公子哥,含着金钥匙出身,不学无术,还有点叛逆不羁, 但是只有吴百起的内心明白,这一切只不过是自己的伪装罢了,温暖和善良才是灵魂的底色,只是因为没有遇见点亮自己的那个人而已。 但是邂逅大家闺秀,富荣之后呢,吴百起的世界变得是五彩斑斓起来了,他下定决心,努力蜕变,让富荣改变对自己的刻板印象。 经历了一路曲折的追妻之路,吴百起终于用真心实意打动了富荣冰冷的心,俩人有情人忠诚眷属,看彼是人间绝配啊。 三,张燕,张燕是富荣的青梅竹马,也是京城姓都侯的世家公子,他跟他从小就定下了娃娃亲,然而内心有宝妈潜质的他并不适合富荣。 尽管张燕喜欢富荣,但他怯怒的性格和柔软的肩膀不足以为富荣遮挡风雨,从小幽默的入质生活让张燕活成了温室里的花朵,不能独挡一面,还有什么事都是要听母亲的,内心缺乏了主见和决断。 这样的张燕,富荣只会把他当作好朋友来对待,而不是要一起携手走过人人烟火的伴侣。 四,徐萍,作为全局最大的反派角色,安王徐萍是一个复杂又悲情的人物,他和素王徐静是同父异母的兄弟。 虽然徐萍看上去风光无限,童年母爱的缺失却让他内心缺乏了安全感,在错综复杂的关系,修裂出了满满的心机和城府。 原本的徐萍也只是想要做一个闲散的小王爷,生活潇洒自在,但是富荣的出现却改变了他的想法,因为目睹了富荣和徐静相爱相守的甜蜜幸福,爱往徐萍,爱而不得,在失落感的驱使之下,最后走上了一条黑化的道路。 他觊觎王位,变得野心勃勃,想方设法的筹谋着赢过徐静,并且获得富荣的青睐和爱慕,但结果却是以遗憾两个字收尾。 吃瓜不停,娱乐不断,感谢大家关注,缤纷娱乐修。 如果您喜欢我们频道的话,请给出您宝贵的赞,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,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,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,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,拜拜。